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于人间 声色全马 秋日春朝 若自成宇宙 肩默自首 心跳暗涌 唯有心底 置身处 最真实的鼓动 哇 好可爱 水管座的小灯人 他可以坐在我街上 战士们超适合 第一张大片已经出来了 立马一秒钟变成高冷模特脸 切回来 今天拍摄肯定跟之前拍摄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很有特点 应该很艺术 我们就来期待一下啦 赶快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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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的一部新剧叫做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马上就要在10月8号就要播出了 会有一些宣传活动 然后我自己的新歌一首叫做有我在 还有一首是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剧的ost叫做彩虹冰淇淋 也是我作词的一首歌这两首歌都在宣传 喝茶对最近喜欢喝茶 然后没有什么我的生活好像突然好单调 2019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想要实现的事情就是很实惠的 对多给家里人打一点钱 希望家里面过得好一些吧 新技能土为情话呀 新技能就是新的土为情话 肉肉肉 选哥最喜欢吃肉 球鞋 我很喜欢收集球鞋各种类型的鞋子 然后香水 还有一些想收集但是没有钱收集的 目前只是幻想中就是说那个包啊 墨镜的话 还好 对 我的性格 黑 甜 近期看的剧那应该是我刚播完的那个带脱了师兄 我在里面饰演一个富二代阮小飞 然后就是近期追的是我自己的剧 好开心好神奇 然后很期待中国机场 因为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嘛 所以很期待这部能够去电影院看这部戏 最想知道什么啊 想知道的好多啊 最想知道就是我如果在那个群里面骂周一轩 就周一轩又老又丑了又白头发 还剪原村还具体 就看看那个粉丝们的反应是什么 是那个跟跟着我一起骂呢 还是立马把我提出群呢 还是来进行反驳呢 特别好奇 坚强 爱上一个不当红的idol 他们心里面是多么的坚强啊 品德高尚 这个有点太官方了 就是很有 很听话 对这个是 就比如说在机场的时候 大家也不会特别喧哗 不会拥挤 不会去干扰到其他的路人 然后还有就是怼宣歌 他们特喜欢在机场怼宣歌 在现场怼宣歌 对但是这样互怼才显得我们 我跟粉丝朋友们之间关系好吗 刚过了宣歌出道五周年的纪念日 然后谢谢你们一路陪宣歌走来 然后宣歌也一直在努力 我们一起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宣歌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 一起加油 开心舒服很幸福 我也不知道 五年前刚出道的时候 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吧 就算未来可能会有很多坎坷 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 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有很多 很多的粉丝朋友们 一直在支持着你 在默默的关注着你 默默的爱着你 加油 晚安 现在躺在床上 打开手机 翻到某个播放器 然后放上一首 有我在 把音量调小一点 闭上眼睛 静静的在宣歌的声音中 睡着吧 晚安 今天的拍摄很圆满的 完成了 然后今天很开心 有这么多老师 然后我们一起来创作一个 很艺术化的一套作品 然后每一张 我觉得每一张好看的图片 都分不开 老师们的一起努力 谢谢所有老师 OK 那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我们下次见 by bwd6